今天有意有问 这个陈虚丑位里的陈 也就是说龙 它为什么地支里面 既是水库又是土库 那我跟他讲 就陈归陈,土归土了 他听不懂 那我们就进一步解释 他又没听懂 在这个四处八字命里啊 它是源自于天下 星命之学 曾经是天上都是有对应的星星 包括运行的轨迹 包括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产生了这个八字学 我们有机会在深度的解密 那么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陈 首先 它在天上 天干 五蕴 惊天土 指的就是这些天象啊 金墓水火土星 它在每一个 二十八星秀的区间里 所经过的线路 一个开始一个结尾 那么中间这一条线就组成了它的这个轨距 以及 它的这个气的走向 这个是比较深奥的 但是 真正研究起来 我们朝着医学朝着这个天文 实际考证来看 那是非常 简单的 只不过人没有往这个方向走 古代先贤的 曾经创立这些学问的 它一定是每天都 阳光天文 首先 阳光天文 然后复杂地理 第一位地上东西 天上都有 在天整像 在地才成形 那么指的就是说 夹几一核画图 怎么核画呢 你看 由年到月 这个前面我们说过了 叫五虎顿 也就是说 它指的是逢龙则画 每逢龙月 就画 风水诀里面也有这个说法 它又演绎了 又演到其他方面 那么你说它 准不准 神不神 有的时候还真挺神 好像并不是它的出处 但是也神了 神准 这就是人言可畏 甚至把它作为一个 约定俗成的俗语 那么这个能量 不断地 人们信念 加强 假的成语 甚至说法了 如今也变成真的 我们再绕回来 这个风龙则画 就是这五虎顿 每封沉月 变 怎么变呢 比如说甲银年 甲虚年 甲子年 什么都行 甲己之年 丙作手 丙作手指的就是丙银 丙丁雾 到了沉月 它是雾月 那雾月在天干 代表什么 雾鬼 何化火 也就是说 为什么丙作手 因为它到了雾月 是何火的 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天干 现在人一段 这个四处老是看地址 首先它天上 给你地印一下 是什么 一辈子 都这么表现 不管它落地生不生根 结不结果 它就外在 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那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通根 那这个人 表里如意 那这个能量 更大 也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 由 沉月 变 在之前都不变 就是说 这是一年的一个开始 又是结尾 这是天上的这一套说话 不是紫月 银月 就是